这个学校假期 击打慈悸幼儿园与安心班师生 校友及家长 驱车前往槟城 协助清扫慈悸教育中心 因为整个大楼 它的工程 一些还有工人们在做一些 后面的后续的一些修补 上去 所以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灰尘 那这次小朋友们回来了 也借用这样的一个姻缘 大家再次的做一个打扫跟清醒 我会让另外一个人使用最干净的厕所 他们可以 开心的使用厕所 击打的师生远道人来协助清扫 槟城刺激安心班学生 特别准备禁私午餐表达献意 因为人多的厕所做会比较坏 然后他帮我们打扫新家 然后可以变得更感激 所以我们好好感谢 林云轩从四岁开始 每周都会捐出铺买 作为竞逝基金 如今终于有机会踏入教育中心 我每次来槟城的过程都来看教育中心 因为我想看教育中心的期望怎么样 今天终于见好了 非常开心 这也是玩笑 还可以看到弟弟妹妹开心的上学 众人用爱逐起一栋 希望殿堂 代言新闻黄益晴 庄志文 陈瑞文 马来西亚报导